基本情况 我俩在一起快五年了 我感觉一直生活在他的谎言中 无论多大多小的事情 他都要骗我 我真的有点受不了了 他总是说我在骗他 可那些都是些善意的谎言 也都是为了我们两个好 他为什么就是不能理解呢 善意的谎言也应该有个度 每件事情都骗我 我觉得就不是善意的谎言了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他哪句话是真 哪句话是假了 我觉得他就是有点太较真了 生活本身就是难得糊涂 而我并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 为什么他就揪着这点事不放呢 我现在觉得结婚都是被他骗婚的 我真的已经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了 我只是想说 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我们两个更好 我真的希望他可以理解我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陈先生 28岁来自黑龙江公司职员 有请 张女士 29岁来自黑龙江个体 有请小张 有请 欢迎老妹啊 主持人好 好好好 结婚了 多久啊 一年多吧 说今天你要来的是吧 对我要来的 觉得一直活在一个谎言的世界里 对 因为我感觉他就是不论什么事情都在骗我 我就感觉我特别接受不了 跟他过不下去了 就是要离婚呗 还挺严重的 说说吧 因为是朋友介绍认识的了 刚开始出了没有到一个月的时候 他跟同学聚会嘛 本来答应我是晚上十点多钟回来的 完了之后他十点多钟没有回来 而且还告诉我他已经回家了 我这个人就是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喝酒的人 就是因为我的家庭嘛 就是父母 就因为喝酒就总是吵架 而且第二天我是从我朋友的朋友圈里看见的 还不是他告诉我的 我就特别生气 其实这件事情呢 其实吧 我感觉说算不上骗 因为那个时候吧 因为那些我们刚毕业 同学第一次聚会 有很多都是改外地 好多年没见的 那天到十点的时候 他给我发微信的时候吧 往我就说 我已经打车回压了 但是呢 同学嘛 大家聚会了 喝点酒 之后 就想换一个地方 再捞口科 但我也不想当一个 那个扫兴的那个人啊 我就想呢 这件事情我就不告诉他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刚出了 也就一个多月 我怕他来找我 医那也是比我危险嘛 因为已经很晚了 我也不想让那一个女孩 那你既然知道这么危险 那你为什么 还要那么晚地回去呢 让我担心呢 后来吧 他不跟他朋友喝了 他就 他就开始跟我家人喝了 他开始跟我哥哥喝 他喝完酒吧 他第二天还不去上班 就上不了班了 其实呢 是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就是 我刚见他们家长 之后呢 他的哥哥 和他的家这些亲人呢 其实我想 去更好的去了解一下 他哥哥呢 又能喝酒 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见面的时候呢 就留了一个微信 然后有一天呢 就是我刚送完他 我也那个时候 也是怕他不同意嘛 就是之后呢 我就说 我就答应了 那你还告诉 让我哥不告诉我 他们一起喝酒了 别和我哥来骗我 哦 这就更可怕了啊 对啊 敌人已经打入到内部了 对啊 完了之后吧 有一次我们看电影嘛 嗯 下班了 他就说 那先吃着割饭吧 完了之后 再看个电影嘛 他去取餐的时候 我看他手机 顶上来了一个 就是金卡嘛 欠钱到月了嘛 他都要有那个 提示 对 还款提示 然后我就看见了 嗯 欠了四万多块钱 不到五万块钱嘛 我就很生气 因为那咱们已经出了得有一年多了吧 啊 为什么你都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 你欠 凶卡 欠钱 而且欠这么多 首先呢 这个凶卡这个事情 我跟你也解释过 这个不是一个月 一个月 这是累积的 就是说 因为一直还那个 有的时候钱不够了 就还一些最低换额了 或者有多少钱还多少钱 一点一点的加上他的利息 变成那么多钱了 但是呢 这个钱呢 其实我之前没有欠那么多钱 因为之前没有对象 消费吧 不经过头脑 之后呢 朋友也请啊 我也请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这个是从你跟我出对象的时候 就应该就是 已经欠那么多钱了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不是我不告诉你 那你是不是在骗我吗 是因为那个时候 我刚跟你出对象的时候 我也欠一点 欠一点的时候 到你家的时候 我肯定要买东西啊 我不可能买东西 那你买东西能花那么多钱 五万块钱都卖东西了 那次数不多吗 到五万块钱都卖东西了 那我没说的 都是都给你家买东西了 我说的是 我以前也欠一部分 之后 咱出对象之后 我去你家买东西 再加上咱俩出去吃饭 唱歌 看电影 出去旅游 对不对啊 一点一点的 我没有说是都给你花 也不是说都给你家花 只是说 我那个时候 为什么没告诉你 我感觉这不是骗 这没告诉到不叫骗 怀没怀啊 最后他妈跟我说 是每个月开工资 要给他妈四千五百块钱 他妈先把这个钱全还上 是这样的 但是他从来都没跟我说 他没说 不是您这也太越位了吧 您那会儿还没结婚呢 您看着你的手机 我以为他马上就 那这个这个这个 那你不是还是原谅他了吗 嗯 他骗你 你不是还原谅了吗 为什么呀 那就是因为他对我好呀 行 后来呢 就是有一次我上他家嘛 因为就是我俩打算要结婚嘛 嗯 完了之后去他家 他妈也不是很喜欢我 不不不不不喜欢你 不喜欢你 现在不都是媳妇了吗 那不也是因为他嘛 他妈不喜欢你 跟他有啥关系 又怎么骗你了 就是本来我俩结婚的时候 我妈要十万块钱的 彩礼 对 说没有那么多钱 只给两万块钱 他说啊 那个他家有套房子嘛 就是要 不要装修 要不要老嘛 要重新装修一下子 他说可以把房子 写上我名 是他跟我承诺的 啊 完了我说我回家 跟我妈商量商量吧 我妈也不是很同意 就想要那个十万块钱 金子让我俩以后 有个保障 我完了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人家不说了吗 要把房子写上我的名字 我妈才同意的 他也当着我家亲戚都说了 啊 我而我乱行 他把那个结婚证先领了 结果他妈不同意 把房子写上我的名字 你觉得是他骗你了 对啊 他这不是骗我结婚了吗 我这个确实是我做的不对啊 因为我感觉说 我应该能做了这个主 所以说我就没想到那么多 然后之后我当着他哥 当着他家 就是说我们这帮小辈的人的时候 往我说的 之后呢 我说我家房子写他名 到后来 就是我妈不同意嘛 不同意 就是说写他名 因为我家首先是单亲家庭 其实我和我妈也不怎么接触 他有一些东西他都是误会的 他感觉都是骗他 那是我误会吗 那本来就是你妈的喜欢 咱就把这个事说清楚嘛 那房子是在谁名下呀 那个房子是在我爸名下 我爸的房子 对啊 你也做不了主 你干嘛呀 这个承诺呀 对吧 那后来这事怎么解决了 后来之后就 我妈的意思就是拿五万 那您这就等于骗了人家呀 您不是直接说 他就是 他就是从始至终 他就是骗我 所以你那个就 就就别扭了呗 等于 对呀 那我心里肯定就是过不去呀 这不就算结婚了吗 对呀 结婚以后怎么样 结婚之后就是 我跟他妈就是关系也不是很好 他就 邻子领我去外地 他在外地有朋友嘛 给他介绍了个工作 去外地了之后 他就总跟朋友一起喝酒 也还是喝酒 喝到很晚都不回家 他朋友还让他跟他去KTV 都不告诉我 我和我那个朋友 其实我俩就属于合作伙伴嘛 对吧 我俩属于两个部门 一个前妻一个后妻 那个时候我刚去那个单位 我肯定想做出点业绩 我去找他喝酒 或者他找我 我俩肯定是我得 奔着我的工作 那你喝酒也不 不至于去KTV喝酒吧 那在饭店就可以喝 喝完了之后就可以回来呀 怎么在饭店的东西都聊不了吗 去KTV才能聊吗 但是人提这个意见 我我第一次拒绝 第二次拒绝 我感觉第三次我应该不能自觉 就是现在结婚之后应酬比较多 是吧 对啊 他骗你 是吧 对啊 还有什么事骗你呢 我们不在那边就总是租房子吗 租房子也是比较贵的 租房子一个月2000多块钱呢 完了之后他的领导说要买个房子吧 认识人嘛 说的便宜 他就跟他 他回头他就跟他妈说了 他妈就说行啊 首付是40万 他妈就给拿了 这不挺好吗 他妈要写他妈的名字 那没毛病啊 那还房贷是我们还呀 哦 在这儿 其实我感觉 我妈其实提议没有毛病 因为说 因为这个事情我俩也 就是超出过很多次 因为首先呢 你要去想的一呢 我妈是一个 也是个单亲 他现在他也没有房子 那你应该去跟你妈争取 应该要写上我的名字呀 你现在他拿出40万 因为你说你之前的 结婚的时候 你就在那欺骗我 你现在你也不想 给我一个保障吗 我感觉他就我一个儿子 到时候这个房子也是我的 我感觉现在写他的名 一点毛病都没有 我也感觉说 也不算我家里欺骗你 拿了一个钱 我也不知道他有这么多钱 我只是说 我想买这个房子 说到底就是还是你妈 就是不是很喜欢我 你工作吗 有啊 你收入多吗 不是很多 以后这房贷你就别还了 可以吗 那得我还啊 为什么你还啊 因为我 你们俩是夫妻啊 夫妻财产是共同财产啊 你没有权利拿你们夫妻的 共同财产 去帮任何一个第三者 还房贷啊 至少得他同意啊 因为我母亲是这么说的 这件事你们母子俩是怎么合议的呀 合计的呀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俩现在要是能拿出点就拿出点 他也每个月会给我们拿钱啊 但只是说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租这个房子将近三千块嘛 两千多 住的也是一般 完了之后呢 到时候我们就把这一个钱 就是拿个四千多块钱给他 就是他帮我们还房贷 剩下的钱不用我们来管啊 就这样不用不用都是我们都拿 他要拿 那咱们不也是拿大部分吗 不是你贷款总和多少 将近是一百七吧 对啊 他出了四十 您得还一百七还不算利息 那你们应该夫妻俩算这个房屋的大头共有人啊 我的想法就是 就是给我母亲一个保障吧 那谁给我保障呀 所以问题核心就在这儿 如果夫妻感情好 女生也不会因为一套房子就炸了毛 对吧 就是因为他 现在是觉得说我在跟你从结婚前到结婚后 丈夫没有把自己当成内人 对吧 对 更多的他觉得 每一次都是他联手他的母亲在骗他 重大事件上 是这样吗 对啊 你不承认吗 我感觉我 你看啊 你那个 你妈说拿四十万就拿四十万 人家要了十万块钱的彩礼就给了五万 那是为什么呀 就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妈有多少钱 想过吗 我们整个观察这个事儿 就在我看来 是他对你没有信任了 其实就是两套房子署名权的变故 让这个女生对你不信任了 其他的 你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对你好吗 其他方面他对我还是很好的 那你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安全感呢 他这不是一直都在骗我吗 好吧 你们听听